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从视频的球的高度 弧线的高度可以看出小朋友手稍微放的有点低 然后呢就是他第二点问题就是他向上收钱币收的过多 所以导致弧线比较高 然后这两点造成的问题会有什么呢 就是包括在以后他长大后学拉球 拉球就会接触面会少一些 然后会薄一些 发力不集中 然后还有就是他在两点移动过程中 脚下移动的步伐稍微就是起跳的多一些 怎么改掉手放低的这个问题呢 就是我们可以先腰带着手同时向后引盘 手臂要放松 这个时候击球的瞬间要注意一定是赢前收小臂 而不是向上收小臂 因为我们现在打的是上悬球嘛 就要多赢前多一些 这是改掉这两手上两点的问题 那么从脚下的步伐中呢 我可以看到孩子的比较灵活 身体协调性也很好 但是可能稍微要注意一下 就是两点步伐移动过程中 重心要压住 不要起伏 跳的过多 这样为以后呢会造成发力不集中 包括就是还原慢 衔接球中会导致速度慢一些 那么在初学者 像这个年龄阶段呢 小朋友我们应该要把基本功打得稳一些 扎实一些 就是为了我们今后学习更难度的球 包括衔接球 相持中 这都是为他做好充分的准备 以上呢是我从视频中 看到小朋友的存在的问题提出的建议 谢谢大家